我們退休後的生活 不論是哪一種年紀 就是要照顧我們未來老後的生活 我想這個就是基本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在去年確實有通過一部長照法 不過坦白說那個法律也是漏洞百出 說幾句比較坦白了啦 法律說到這裡好 錢要從哪裡來 對不對 當然我知道就是那個 那個蔡總統他當初競選的政見是說 欸好像是每年330億 可是坦白說 啊330億什麼這個錢 你說對國家來講益不算多 但是我們台灣是小國 啊330億每年這樣的支出 其實也不算少啊 錢從哪來 所以其實長照問題 除了有錢的問題 又有人力的問題 我們台灣其實人力有很大的缺乏 年輕的勞動者只要加進環境好的 就是出走 走出國外 因為台灣也沒有什麼很好的工作環境嘛 然後就算有工作環境 薪資結構也不好嘛 所以我們有人才外流這麼大的問題 那留在台灣的就是很辛苦工作 那現在還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以後我們的老後生活 我們沒有年輕人 其實為什麼現在年輕是不是會拖垮 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口老化 我們的生產力低落 所以我們能夠繳的錢 跟能夠領的錢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收入跟支出正常的支援 所以你說年輕人在台灣的勞動力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啊 是不是要給年輕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正常的工作環境跟職場環境 如果你沒有年輕人的話 沒有辦法照顧台灣未來要幸福生活的老人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走在老後的社會了 就是已經走在老人化的社會了 現在是在on 不是在過程中 是已經走到那個點了 如果就歐美一些社會福利國家 還是就日本這樣的國家 還沒發生的前一二十年 就已經在做因應跟規劃 台灣是發生了以後才想說 啊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台灣人 熱天之密 非常的善良 很可愛 大家不是都知道說台灣最美的就是人 不過台灣最可怕也就是 我們都是這麼多善良的人 善良到像出了問題 然後大家喊得多嘻嘻哈 喊得到該怎麼辦 那當然這個也不能怪人民 因為人民沒有辦法去解決 國家整個大的一個體制問題 像我在日本 我有當過一個月的長照志工 我在那個日本的三里縣那邊當志工 就是一出去可以看他富士宅 一個很美的一個地方 他們的長照的生活 除了有中央的財政還有地方的財政 那當然年金制度他們也是很完善 日本也有年金啊 所以他們的工作售集 也有一部分是要拿去提撥給未來的年金 然後甚至我在做長照的時候 每個禮拜三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好像每個禮拜三都有一部分的老人 都會不見幾小時 我想到底是把他帶去哪裡 帶去賣也不是啊 因為快方晚他們就回來 因為如果賣掉的話 那應該就整個都不會回來 對不對 那我就習慣欸 怎麼會禮拜三怎麼好像有個 好然後固定都有一些老人不見 因為也不是全部 然後後來之後有 就是在某一個禮拜我終於發現到 因為有個老人 因為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不曉得他怎麼跟他互動 啊當然就是多做幾天以後 大家就熟了齁 那個比較熟了就會比較好互動 然後就有個老人 他之前比較常跟我講話 然後他就很開心了 就把他的牙齒拿下來 喔我感覺到是 出去了哪裡 不是啦吃牙啦 他跟我說新的剛剛才拿的 原來是在每個禮拜三的下午 會有固定的一批一批老人 可以去做口腔的健檢 有假牙的需求可以換欸 我看在座大家都還很年輕 可是說真的 假牙說真的 其實像我這個年輕 我們也很多同事也有帶假牙 對不對 因為你成年的很痴 壞掉一顆就不會再長了 就是要用假的啊 你說假牙這不重要 你沒牙齒不能吃 這是基本的人權 你不能夠享受食物的美味 這個多難過 假牙當然很重要啊 但假牙多貴 對不對 人家就是有辦法能夠讓老人 定期的能夠去做火箱見解 還能夠定期的給他假牙 那當然我們很難期待說 現在政府什麼東西都是國家送的 國家送、國家送 今天國家送的錢我們也不敢拿啦 因為也不曉得到底錢拿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整體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 一個整體的一個社會的一個狀況 所以